最近靠橫州發展事件上了位的朱凱迪 風頭一時無兩 但他做事、說話的態度經常反反覆覆 話說特首梁振英一再強調 橫州在17,000個公屋單位 目標是沒有變過 還伸出橄欖枝 希望成立溝通平台 還邀請朱凱迪加入 我和特區政府很願意建立一個平台 我們希望能夠邀請到 例如很關心中地發展 很關心橫州發展的朱凱迪議員 他能夠參加這個工作 事話已經釋出善意 想加強溝通 咦? 怎料朱凱迪一口就拒絕 覺得…覺得… 需要加入這個平台 我覺得做法很不理想 嘩嘩嘩 阿鄭 你早幾天前還很口響 說會溝通 現在180度反轉 做變念大師 他是願意聽我說話的 我希望都可以跟他 繼續進入這些對話 其實阿迪想溝通 還是不想溝通 人家現在只是提出邀請 朱凱迪一句不想 就說NO 那你想怎樣 什麼都不談 對事件真的有幫助 還是只想薄尾光燈注意 沒有傳媒見報 就不想談了 還好笑的是 有人說CY向惡勢力跪低 現在幾乎誰都知道 CY為了抑壓樓價出辣椒 還幫了老命賺地 還預扯到未來三至四年 供應9.3萬火師樓 之前CY還說 一個單位少賺100萬 就等於人少賺了930億 涉及的利益 觸碰到的利益團體更多更強 現在區區一個地方勢力 只是涉及到萬多個單位 為什麼會覺得CY會跪低呢 好心別玩啦